欢迎收看加建奇观栏目 我是主持人Sara 加建齐观 让态盘变得简单 我是Alvis 给加齐 很恭喜再次和大家见面 本期节目我们想跟Alvis 许佳琪 一起来聊一聊回流人士 如何置业贷款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温哥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就是以高福利 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风光 来吸引很多人移民 是全球热门的移民城市 Alvis 听说您本人也是从香港移民来的对吗 是 没错 我是在香港2006年的时候 我和我太太移民来温哥华 转眼已经14年了差不多 我们两个女儿都在这里出生和长大 已经都很适应这里的环境了 到了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去适应 Alvis 想问您一个问题 对于您本人来说 刚移居温哥华的时候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 我们本身就没有家人在这边 我们算是第一代移民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重新适应的 比如工作 甚至开车 甚至温哥华的环境 地理上很多东西都是要适应的 工作当然对我来说是第一样要适应的东西 当我们有小朋友之后 事业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当时我们一来到是租屋住的 都搬过四五次 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 经常都被房东去投诉 就是说我们的女儿很吵哭 所以到我们生第二个小朋友的时候 我太太就很希望自己 我们可以能够买到屋 所以当时就是我们第一次接触 做财款这一方面的问题 转了这一行做财款之后 发现原来财款也有很多 专业的知识可以帮到很多人 透过我自己买屋这个经验 使我可以认识更加多 关于财款这个题目 我们当时财款也是 我们当时在这里有工作的 当时财款环境也算是宽松 加上我们又在本地有工作有收入 所以当时我都问家人借了一些钱 然后就买了自己第一个屋 在2010年那时候 觉得有一个家的感觉 因为一间屋是自己的 也都不会被人投诉 还有可以自己去想想 如何布置一间屋 如何整理到一间屋更加舒服 就是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房子 可以建得很漂亮很舒服 那近几年来呢 有不少的香港朋友 或者是说有加拿大身份的华人 回流到温哥华来了 那对于这些朋友在职业上面 你有什么过人的经验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那我觉得因为本身 很多香港人在97年之前 很多人离开了香港移民去很多地方 那当时温哥华 都是一个很热门的城市来的 那当时的列治民呢 就是很多香港人去了列治民 现在你看到很多食市 或者在华人的聚居的地方 买东西都是列治民 如果你用香港的那个 将香港的房子卖了 然后拿钱来这里买的话 其实温哥华 你可以发现你会买到一间 可能150万就已经发现 买到一间很舒服的房子 是你香港没办法可以买得到的 因为这里始终那个地方是比较大 所以住的环境是非常之不错的 那如果香港 我们比如在香港买一个公寓 那用同样的价格 我们在温哥华可以买几套房子呢 香港有些公寓 一般来说便宜的都要 我想七百二百八万 那其实对于加币都差不多一百多万 所以其实已经是可以买到一个独立屋 那如果你转换买公寓的话 可以买到两三间的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香港是寸土寸金 高昂的房价的地方 让很多的人也不堪重负 相比较温哥华来说就宜居多了 那对于IOS 能选择在温哥华之夜 有什么您可以给我们提供的 提前准备的一些信息吗 因为最近确实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问我关于在这里买屋的问题 因为其实香港这一两年 发生了很多事 令到很多人都希望回流回来这里 所以他们考虑的就是 可能在这里买屋先 因为他们未必一下子 就全家人会搬回来 因为很多都好像是我这种年纪 那些小孩可能开始升中学了 他们会希望买屋先 让他们大一点 可以过来这边升中学 工作那边在香港安顿号 就买了一间屋搬过来 所以他们第一步都是会想 怎样贷款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 很多银行都是可以接受 外国人 无论你有没有加拿大身份 在这里贷款的 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外国的居民 或者你在外国生活 没有本地的工作的话 首期是一般需要百分之三十五%的 这个是和本地人一个很大的分别 因为本地人如果你有本地工作收入 最低的首期是可以去到百分之五的 文件预备方面 加拿大有各大银行 他们的要求都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客人不知道这一道贷款的一些细节 他们往往都会发现 他们问银行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况 变成了他们就不太知道 其实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做到贷款 但是其实在我们公司这里 我们已经帮了很多很多的客户 去成功在加拿大置业 也都拿到是非常好的利息的 那原来有这么多的诀窍 那我们可以利用贷款来帮助置业 我们也是确实在贷款方面 我们缺乏很多的知识 需要像Elvis 许佳琪这样的 有专业的贷款经纪来帮到我们 那很多人也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回流人士办理贷款 会和本地人贷款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那首先我都特别提就是 收入方面要求的文件 每间银行都不一样 那所以通常我们会先帮客人 去找要求最少文件的银行去做 另外就是额度方面 有些银行它的额度 未必去做到六成半的 那特别如果你买一些比较 价钱比较高的屋 譬如200万以上的话 你需要贷款可能一百多二百万 是要很小心去选择合适的银行贷款 如果你要贷款之前 首期那些钱 怎样去安排过来 或者放在哪一家银行 放多久 这些都是需要事前去做一些准备 至于有一些情况就是可能 家企的成员里面有一些家人是有身份 就是他已经是有加拿大身份 那有个配偶可能他是没有身份的话 那我们又可以怎样帮助他合法地去避开那些海外买家税 或者各种税呢 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是没有加拿大身份的人 买屋是要给百分之二十的海外买家税 如果一百万的物业 你要给二十万的海外买家税 那是非常之厉害的一个税 但是香港很多的回流人士 其实他本身都可能已经取得了加拿大身份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他们可以选择回流回来的话 他们相对于国内的人 在现在的市场是更加有优势的 因为他们是不需要给个海外买家税 还有在汇款方面他们也是比较容易 因为在国内汇款是有限制的 但是香港汇款比较容易 可以一次个汇一笔钱过来 今年的楼市已经过了两个多月 我发觉不断的升温 所以其实如果香港很多朋友 想着回流回来的话 其实可以趁快考虑 资讯关于贷款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买房子之夜以后 我们也要面临着给政府叫各种各样的税 所以说这些都需要去考量 我们的贷款能力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专业的贷款专家 来帮到我们去帮我们解决 随时随地发生的一些问题 那谢谢贷款专家 许佳琪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让我们获益良多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 也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